看看,这又是一个被老外砸过的基地 我对这个家非常的熟悉 简单的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一栋两层楼的富士海景别墅 一楼是车库跟菜园子 这里之前种的有一些西瓜跟水果 车库里面还有一辆莱卡汽车也被老外顺走了 二楼就是休息休闲的地方了 没事可以晒晒太阳烤烤肉 你还别说,这家建得像那么一回事 可惜被老外给拆了 楼顶之前还藏的有很多物质箱 巨肥的,现在全部被搬空了 不用怀疑,放夜就是这个家的主人 我又破产了 我们现在所有家当都在身上了 唯一拿得出手的就一把喷子跟手枪 我现在已经不想再去捡破烂了 我要蹲老外,我要零远过 空头就是一个高频率遇见老外的一个契机 这把空头也相当给力 就落在我们附近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就赶过来 撬了一堆物质,然后藏了起来 接下来就是老六时间了 老表拿着喷子负责贴脸 我就负责手枪收割 我们在这里蹲了整整十分钟 差点都给我等睡着了 就剩下最后两分钟 我都准备撤离了 结果鱼儿总算来了 这老外估计连人都没看清楚就被嘎了 不过我刚准备舔到包 那我新的事就来了 我尸体靠到地底下去了 我舔不了了 而且空头马上要爆炸了 哎,好守信啊 干完了第一片 我们准备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继续发财 刚到这个大桥上 有趣的事情来了 我们本来是奔着前面的空头去的 但是在附近发出来的枪声 打乱了我的计划 看着架势 说不定空头那边已经有人提前蹲好了 而且我仔细听了这个枪声的来源 是从我们后面传过来的 说不定他们也是奔着空头去的 那不真好可以伏击一波 这里刚好有上尸 我利用上尸的尸体作为掩体 提前埋至了地里 千石地里人河 这里刚好是跨海大桥 后面的人想去前面拿空头的话 必须要往这里过 除非他不怕鲨鱼游泳过去 所以这条鱼我吃定了 来了 来了 后面真的有车来了 看看 一颗地雷 连人带车直接炸霉了 所以你们下次过桥的时候 特别要注意这种地上躺着 有上尸的地方 指不定哪个老六就埋得有地雷 这两个人也不是很富啊 装备全被炸烂了 而有个人尸体又卡地底下去了 善后他的大背包没被炸烂 还给我留的有一点货 我们现在已经连续嘎了三个老外 算是小富一波了 接下来就是要弄辆车了 我们刚弄了两摩托车 准备过来加油 几乎这里有人 而且他们开的是蓝色的莱卡汽车 装备的是金属探测器跟铲子 这一看就是拆一家灌饭 而且这老外被我们突如其来的到了 直接整荒角了 车都上不去 直接站车顶了 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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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ce 我 我 有怕 你 事 在 大 你 面 在 他 我 。 这两个老万也是个狠人 宁可把车开到海里面也不便宜我 那我当然也不会手下留情了 不过我刚打完就发现 尸体在海里面也填不了包 我就捡了一把喷子跟一把砍刀 他们的车也沉到海底去了 另外一个人的尸体又不见了 好无语啊 又白忙活一套